这个大家都知道RCEP这个签署以后 也就意味着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的地区 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这个市场是充满潜力和活力 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我一次呢 专门成立了RCEP生效实施的工作机制 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的进程是 我们的国家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核定了协定 我们也知道一些成员国家也在这个加快推进 我们希望呢 这个相关的国家能够加速推进 最终达到六个东盟成员国和三个非东盟成员国 这个批准生效的门槛 批准的越早越能够汇集各国的老百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